官员朋友大家好 关系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2月21日星期四的大台中新闻 台湾市前任市长林佳龙任内首创的青年议会 传出遭到新团队腰斩 台湾市议员黄锁达与多位青年代表 21号上午到市府抗议 抛红市府事先没沟通 做法粗暴 对此教育局则回应 未来一定会成立青年专责单位 推动青年政策事务 青年议会不能抬车 拿起看板大声疾呼抗议市府做法粗暴 台中市前任市长林佳龙任内首创的青年议会 传出遭到新团队腰斩 台中市议员黄首达汉多位青年代表 21号上午到市府抗议 短短三届的青年议会 它就有这样子的成果 就有这样子的效果 等于一年它就培养出一个新科议员 这些议员是获得市民的认可和支持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 青年议会它是一个很好的赔利平台 那如何让这样平台延续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而不是像卢秀燕市长一样 在2月12号的时候 用一纸公文 用一纸公文就废止了 我们过去三年来 好不容易打下来青年议会的基础 青年审议会是以青年代表 以议会咨询的方式提供建言 也被称为青年议会 过去提案85%被市府采用 议员不满地表示 宣布停办后六都里面 就只有台中市独缺青年咨询机构 其实我们是把它扩大 在将来未来 我们一定会在台中市政府的体制内 成立一个青年事务的 一个专责的机构 有这个专责机构 未来很多分散在各个局处的一个相关的业务 包括很可能劳工局 金发局 这些就业创业 甚至农业局这些青年家农 等等这些东西是可以整合起来的 教育局表示青年议会的解散 是为了转型给更多青年参与 还有更好的多元发展 市府将在体制内成立青年专责单位 近期将在邀及青年代表双向沟通 预计3月提出草案 记者杨宗桓台中采访不到